這一條是出得不錯的 這條是必須要用一個所謂的 我們叫做 Force 尾的概念 我發明的方法才能夠容易做到 如果不就難搞的了 首先來講一個示範 先講 A 先 A 就有一個點 point P 兩支 vector 的 Force 一樣的 一個方向向上 一個方向向橫 第一步就是做什麼 首先要找 Force 尾 所以要找 Force 尾圈著 接著要畫垂直線 有個直角 看到嗎 在這條垂直線上 再畫多一條垂直線 要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因為 Take Moment 是 P 點 然後拉下去 就形成了這條 在圖中鎖是一格 方向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叫 Anti-Clockwise 到這一格 Force 尾在哪裏 這裏叫 Force 尾 這裏是墊咀頭 畫垂直線下來 然後畫直角 接著還在這條垂直線上高 要畫多一條垂直線 但要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M Moment 這裡 拉起它 接著兩個直角 搖相對就沒有對 OK 那都是我們叫做 Clockwise OK 這個 Force 我叫 F 這個也是 F 就是 F 成一格 F 成一 再加 F 成一 就是這個 Last Moment Last Moment 是向這邊 OK 到 B 仔 B for Boy B for Boy 那個點就是這裏 OK 兩支 Vector 就是這裏 OK 又是老規矩 首先找到 Force 尾 接著畫到垂直線 然後一個直角 接著在這條垂直線上高 再畫多一條垂直線 不過要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就是這一點 拉下來 接著畫直角 兩個直角搖相對這個距離 就叫 Moment 安 這一個就是一格 就是 F 成一格 Clockwise Anti-Clockwise 就是望著你這樣去 所以都是Clockwise 那到這一邊 這一邊就反之了 Anti-Clockwise 距離就是這裏 那就是 F 成二 OK 兩個加 實際是減 一個方法不同 一個Clockwise 所以這就是 B 那個 Resulta 這個明顯小過這個 他問你哪個大音 暫時這個勝出 那到 C 那個 Take Moment 的點 兩支 Vector 在這裏 又是老規矩 不要亂做 首先找 Force 尾 看不看 垂直線 接著畫到垂直線 經過這一條 不過要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就是這一條 OK 接著就是這一個直角 兩個距離 這個格數也是一格 那就是 F 成一 就是這樣行的 那這個我們叫 Anti-Clockwise 到這一個 這一支 Vector 又是老規矩 找 Force 尾 垂直線 畫到來隨便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就是這一點 那這裏都是一格的 那剛好就是 F 成一 F 成一 OK 可以嗎 兩個都在這個方向 Anti-Clockwise 這兩個打和 那到這個所謂的 D Part D Part方面就是 Take Moment 尾 OK 兩支 Vector 這兩個 又是老規矩 找 Force 尾 Force 尾 這裡 畫一條垂直線 看到直角 接著在這條線上畫到垂直線 不過要經過 Take Moment 的點 就是這一條 那就是一格 那就是 F 成一 OK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方向方面我們叫做 Clockwise 到這一格 這一格都是 這個Point 接著 Force 尾 這裡 垂直線 OK 接著 Take Moment 的點 這裡就是兩格 那就是二成 F 那暫時來說 這一個是最大的 所以答案就是 D for Dot OK 各位同學小心 記住剛才說的方法 好 謝謝